很多年輕人都想要自己創業來做老闆 不過因為探索到資金、經營管理上問題 有很多人就放棄這個夢想 70多年住的離離間 因為對地境情有興趣 堅持天然健康的概念 加上尊丘政府的創業貸款機器 尊重品牌 沒有人在台南已經是10間連攝電影店的老闆 我們看他們年紀輕輕 沒有人在台南已經是10間電影店的老闆 當初以後很多年輕人一樣 都想要自己創業做生意 加上要喝茶 今年在三間第一連攝電影店 已經有工作經驗、認真、學習 後來碰到理想要去實現創業的夢想 但如今調度是創業的環境 好才有新清政府所提供的 為行方向創業貸款 有確定還有創業的福德 讓一路上並沒有孤單 有配合政府的鳳凰計畫 對之後計畫有資金之後我們周轉上營運就正常了 對之後再靠我們非常努力跟大家推廣 我們有透過他們很多行銷的步驟之後再讓我們這個品牌大家看得到 經過努力努力法定署 本家人本書的統計 以前幾天每一年申請創業貸款的平均有105位 而且三年來 成功創業已經有350位 相當人認可貴 那雲嘉南分屬呢 在這三年內已經成功協助了350個人 創業成功當老闆喔 那當然在創業的過程中也非常需要資金的益助 那可以多善用政府的資源 那除了有資金的益助外 我們還有免費的創業課程 還有輔導顧問一路的陪伴著你們 讓你們創業路上不孤單 有料抓到人的心 也才稍微順滑 不一樣的口味 並強烈在地天然的實在 求生求病之下 不只美觀 地影竟敢有用心的概念 記者送他給阿南区採訪報道